各位考生各位教授大家好 我是徵戰學顧問的宋德遠老師 又到一年一度學測個人申請的季節了 那我們都知道個人申請 其實每個同學只能有六個志願 所以我們在選田志願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的格外謹慎小心 但是在選田志願前 其實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整個個人申請的遊戲規則 那就要回來看個人申請的簡章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帶領大家 來了解個人申請的整個簡章 以及它相關的規則 希望對你在申請的時候有幫助 那我們開始吧 好雖然每一年一直講一直講 但是我們還是要重複的要宣導 因為對於家長來說 個人申請這種遊戲規則 是以前前所未聞的 所以如果有家長還是不清楚 個人申請規則 我相信這支影片對你會有幫助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整個個人申請的遊戲規則 基本上是一個兩階段的篩選 在第一階段 純粹的是比學測的成績 那我們必須要先把學測成績進行檢定 再進行篩選倍率 最後進行超額篩選 有了這三個步驟以後 我們才能找出進入第二階段的人 那怎麼看這個成績 以及怎麼看懂簡章呢 我們就用陳大航太系做一個例子 我們看到了個人申請 陳大航太系在110年的簡章 在簡章的最左邊這一個格線內 他提到了招生名額是26名 他預計的真實人數是78人 也就是說 陳大航太必須透過第一階段的篩選 找出能夠來第二階段的78個人 那這78個人怎麼找呢 我們可以看到簡章中間偏左的地方 他有寫這個學測應聽篩選方式 下面寫第一階段 也就是說 整個78人是要從這個第一階段 這些項目裡頭找出來 那怎麼找呢 我們看到了 首先看的是科目 然後接下來看到檢定 以陳大航太為例 他要求的檢定標準 就是英文、數學跟自然 都要達到前標 那什麼是前標呢 這個前標是學測的五標之一 那所謂的五標 就是頂標、前標、軍標、後標跟底標 這些標會在2月24號 學測成績公告的時候 同時公告出來 那每一個科目 他都會依照考生人數 然後來算出這個五標 我們以英文課為例 假設今年英文總共有128000人考 這128000人的平均分數 就是軍標 那把上下各切一半 下面這個25%的位置 就是後標 上面75%的位置就是前標 然後再把這個前標跟後標 各切一半 下面這個12%的位置就是頂標 上面這個88%的位置 就是頂標 透過這樣子的切割 大考中心就把頂前均後底的分數 就分出來了 所以以陳大航太為例 他的英文、數學自然要前標的話 那以去年為例 英文的前標是12級分 數學的前標是13級分 自然的前標是11級分 換言之 如果同學沒有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那麼你的六志願只要有填這個陳大航太 就算你其他科的成績再高 總級分再高 只要有任何一個科目沒有達到他的檢定標準 那通通是沒有機會的 有 經過了檢定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到篩選倍率 篩選倍率以陳大航太為例 我們可以看到英文寫了10 數學自然後面寫了5 然後最後有一個寫國音數字 後面寫了3 這個篩選倍率 其實是指招生人數的放大倍率 什麼意思呢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如果今年有500個同學 他的六志願選填了陳大航太系 那我們要怎麼從500人找出78個人 首先我們就要看到最大篩選倍率的英文 英文寫10的意思 是要乘以他的招生人數26個人 所以這乘出來以後得到的數字是260 這260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從500個申請陳大航太的同學裡頭 找出英文最好的前260名 然後接下來看到第二大倍率的 就是數學自然後面寫了5 那就是表示 我們接下來要從這260人中 找出數學加上自然 成績最好的130人 也就是26乘5 好等於130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找出130個人了 然後最後我們看到國音數字三倍 也就是要從這130人中 找出國音數字四顆加總 成績最好的前78個人 經過了這樣篩選倍率之後 以109年的案例為例 最後國音數字要56級分才能符合這個篩選倍率 那問題來了 如果這時候56級分以上的同學 超過78人怎麼辦 舉例來說現在有90個人呢 都是學測成績國音數字在56級分以上 然後申請了陳大航太系 那麼我們要怎麼找出這90人中的前78個呢 那就是用超額篩選的規則 而超額篩選的規則呢 第一個還是看國音數字 那剛剛其實已經看過一遍了 好接下來呢就要看所謂的數學級分 那數學級分呢並不是這90個人全部要比一次數學哦 我們知道60級分59級分58級分57級分 通通不用比 好通通不用比 只有56級分剛剛好的同學要照數學成績重新進行一次排比 成績在前面的當然就取得了二階的資格 而後面就要淘汰 如果這時候呢人數還是超過78個人 那就要再由這些數學成績好的同學再比一次自然 自然在前面的留下來 好依照這樣子的規則 如果最後還是超過78人 這時候呢就可以用同二競爭的方式 通通進入二階了 經過了剛剛三輪篩選 也就是檢定要通過 然後呢篩選倍率要通過 然後超額篩選要通過 我們終於找出了可以來二階真飾的這個78個人 第一階段結束以後呢 我們可以暫時把學測成績放到一邊 然後進到第二階段的指定真飾項目 那關於第二階段呢 我們一樣回到簡章 然後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政大傳播學院大一大部分系 社會組的簡章 我們以這個簡章為例 各位可以看到中間偏右的部分呢 有一個征選總成績採計方式 及贊總成績比例 在第二階段 那這裡呢就是第二階段的計分方式了 我們可以看到以政大傳播學院大一大部分系來說 他的學測呢 佔他總成績的40% 而他另外60%分別是審查資料20% 面試40% 那這種六四猜或者是五五猜呢 是目前個人申請的常見的狀態 所以同學呢大概要有這樣子的概念 以這種六四猜的這個比例啊 我們又常常遇到一個問題了 家長常常會問我們說 那這樣學測成績跟這個二階的真飾項目 他的分數怎麼換算 好各位看到我們現在做了一個成績模擬 如果呢有兩個同學都想要申請 政大傳播學院大一大部分系的社會組 一個同學呢是60級分 另外同學是56級分 那這兩個同學呢他們的成績要怎麼計算 好假如啊這個60級分的同學呢 他在這個二階的這個審查跟口試的部分呢 他輕鬆準備 那也考出了不差的成績如果拿到85分 那麼他的總成績換算下來就是91分 而56級分的同學呢 他希望透過二階的這個書審啊 口試啊可以把成績拉高一點 所以呢他認真的準備 最後呢考出一個很好的90分的成績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56級分的同學啊 在整個佔比裡頭最後得到91.3分 換言之啊 當我們學測落後四級分的時候 如果我在二階能夠追回五分的成績 其實我有機會逆轉勝 那各位注意一下 學測四級分非常難追 但是呢二階的五分 其實只要認真準備 大家都有機會哦 好我們又回到簡章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審查資料 審查資料呢 在政大傳播學院大一大部分系裡頭呢 他佔比20% 可是這20%到底要看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簡章的中間這一塊 他有寫到審查資料 他的項目呢是修課紀錄B 課程學成果C 學習歷程次數N跟O 還有其他Q 他寫的是可凸顯個人特色的證明 好這到底是指什麼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一張對照表 這個審查資料對照表呢 其實就是為了銜接未來的這個110年入學的 學習歷程而預先做的一個項目調整 總共可以分成6項18類 相關的影片各位可以點我們右上角的資訊欄 直接看細則的說明 那我這邊純粹針對政大的這個傳播學院做一個補充 好我們看到的政大傳播學院呢 他要看的是修課紀錄B 那於是呢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張表上寫的B是高中值在校成績證明 好然後接下來呢他要看的是課程學成果C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課程學成果裡頭C項叫做成果作品 所以呢你在政大的這個傳播學院你就要繳交成果作品 然後接下來呢在多元表現項他都沒有填 但是呢他在學習歷程次數有要求要N跟O 所以你必須要繳交自傳跟讀書計畫 然後最後呢在其他項他有寫個Q 那這個呢學校有寫得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你繳交能夠凸顯你個人特色的證明 好看完審查資料 我們接下來就要注意到面試的部分了 以政大大一大不分析為例 他面試占了40%所以也非常高分 那各位同學呢也一定要優先準備 好在這樣的邏輯下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面試撞期到底是什麼情況 今年整體的面試從4月14號開始到5月2號 總共有19天的時間 那全部呢2181個消息 總共有1869個消息要做二階 所以撞期的情況其實非常的嚴重 畢竟這1800多個消息呢 不是平均的分散在這19天裡頭 所以主要的面試日期呢就會在第一個週末 也就是4月16號到18號的這個週末 還有第二個週末4月23到25號 這個五六日這三天 好那這幾天到底有多少學校呢 分別呢就是4月16號有505個消息要面試 4月17號最誇張有758個消息要面試 注意哦758已經是1869個要面試的消息裡頭 將近四成 然後再來呢是4月18號的706個消息 那接下來呢第二週呢 在禮拜五23號的時候有301個消息 24號的時候有287個消息 25號禮拜天呢有142個消息 所以大概這兩個週末是面試最多的情況 那其他的日期呢也或多或少有學校面試 但是呢數量就沒有那麼多了 以上呢就是整個個人申請的遊戲規則 也就是簡章的說明 希望對於完全沒有概念的家長考生呢 這個影片呢能夠提供給大家一些資訊 最後呢再補充一下今年大考音聽的成績狀況 那我們知道大考音聽是分成A B C還有F4個等級 那A級跟F級的人數比例呢 其實今年都是提升的 也就是音聽兩極化了 在A級來說今年有24% 比去年大概多了1.5 1.6% 而F級呢今年有6% 比去年多了3.5% 所以今年大考音聽呢 就是呢在最好的同學跟最差同學 都是人數比例增加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呢也會影響到我們最後自願選填上 大家可能要多考慮一下 以上呢就是個人申請的遊戲規則 還有整個簡章的一個介紹 希望對於呢完全沒有概念的家長考生呢 能夠透過這支影片呢 建立起初步的概念 也希望呢所有的考生呢 今年考試的學測成績呢 都可以如你所願 祝福大家金榜提名 在節目的最後呢我推薦兩個東西 一個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關於個人申請 或者是接下來的二階增事的相關的內容 可以參加我們全省征戰的免費講座 那相關的資料可以在下方的說明欄填寫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征戰有幫大家準備好 免費的學測落點的一個系統 它透過了大數據 收集這些考生的資料 可以預測今年的學測成績 希望這個落點系統可以幫助到大家 上網直接搜尋征戰學測落點 或者征戰大數據落點分析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系統 只要用我們的email 就可以申請一個賬號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 Estat 在上網ное顏面 我是不會切花花節早餐 США 你 cosmos